那四五个月之前 相信没有人会想到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会跟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韩朝非军事区 这个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边界地带 举行会谈的 但是在今天 这场备受关注的会谈 确实上演了 那这除了是时隔11年之后 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之外呢 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第一次有朝鲜最高领导人 踏上了韩国的国土 那外界认为 这场文经会的成果呢 也将会为接下来金正恩 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历史性会面 定下基调 全球瞩目的韩朝第三次首脑会议 今天登场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车队 一早就厚厚荡荡的 从总统府亲往台离开 前往板门店 大批韩国民众在车队经过时 挥舞着国旗 夹道护送 场面热闹 离开市区后 车队越过了极具象征性的统一大桥 并一路开往板门店韩朝飞军市区 随后万众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 金正恩从朝鲜一侧的板门阁 步行到分阁两国的三八线 并与道上迎接的文在寅落手 这历史性的一幕 就定格在早上8点29分 在寒暄片刻后 金正恩正式跨过分界线 而金正恩也成为韩战结束之后 第一位踏足韩国的朝鲜最高领导人 发言的金正恩表示 他希望透过今天的会谈 能够挽回两国失去的11年 而文在寅则指出 越过三八线就标示着 这条线不再象征分裂而是和平 同时他也期望 两人今天的会谈 能够达到实质性的共识 在会谈中 金正恩也展现了幽默的一面 并表示他带来了一份特别的见面礼 在会谈结束后 预计双方将会发表反门店宣言 在晚间时分 文在寅也将会受晚宴 款待金正恩